你好,欢迎你收听天国勇士 和你分享第四课《圣灵在人身体上的大能力量》 今天想和大家一起分享的是转移的力量 在《光临多前书》第3章16-17节说到 保罗说,《岂不知你们是神的电,神的灵住在你们里面吗? 若有人毁坏神的电》继续保罗说 但我的注意力是这3句经文 这里说到我们要知道我们是神的电 不是单止我们的身体是神的电 我们全人都是神的电,包括我们的灵魂体 然后说到电,神的灵住在我们里面 所以这个电的意思是一个容器,是一个器皿 或者是一个居所,或者是一个居所 神的灵是住在这个居所 若有人毁坏神的灵 那么这个神的电,对不起 若有人毁坏神的电 那么这个电,或者这个容器,这个居所 怎样可以受到毁坏呢? 譬如当有些不好的思想进去,不好的感情进去 或者不好的灵,随着这个思想 或者随着这个感情,或者随着这个说话进去 那就会毁坏,defile 即是说是corrupt 即是说令到这个居所,或者这个容器 会开始避受这个腐蝕的意思 那么我们说到容器的时候 我们就是说这个好像一个盒 是能够装着一些东西 或者是这个好像一个瓶,可以装着一些水 或者是一个罐,可以装着一些气体 那就是说这个器皿,或者这个容器 的价值在哪里? 在它所盛装的物件里面 如果这个容器里面装着一些宝石 那当然这个容器就变得很贵重 但如果这个容器装着的是一些垃圾 好像垃圾桶那样,那当然这个容器就没有价值 相反来说,如果这个容器装着的是一些 比如说一些钢,那这个容器就非常有价值 如果这个容器装着是一些毒物,有毒的气体 会流出来的,会破坏其他人的身体 那这个容器就是一个不好的容器 那当我们说到疾病是会传染的时候 我们也说到疾病的灵是邪灵 那就是说,邪灵是可以从一个人去到另一个人 所以疾病也是从一个人去到另一个人 那说到我们在我们里面的,我们既然是容器 我们看回人的身体 人的身体里面,人的身体是一个大的容器 这个大的容器里面有很多小的容器 每一个容器都有特别的功效,特别的目的 比如心里面有很多其他的容器 都是每一个容器都是非常重要 我们的肺里面有很多其他的器皿 每一个器皿,甚至乎血管都是一个容器 也是非常非常重要 比如我们的大脑是一个很大的容器 里面有盛在我们的过去的回忆的容器 也有盛在我们的资讯的容器 当我们提到容器的时候 柔是要质讯los 回忆资讯 有些容器是要带在咖啡那些信息 有些容器是要带到讯息 降到不同的身体各部分 所以我们说到容器的时候 我们都介 around的熟灵勁 我们讲到大脑,我们也讲到我们的脑袋 我们有自然界属肉身的大脑,我们也有熟灵的脑袋 大脑我们叫做the brain,熟灵的脑袋我们叫做the mind 熟灵的脑袋是装着很多不同的影响,很多不同的灵 如果这个人的思想,他的熟灵的思想里面充满的都是好的思想,正面的思想 有用处的记忆的回忆,即是他里面的灵,随着这些思想,这些记忆 而来的熟灵的力量是好的,是有建设性的 有带来这个智慧的,带来这个分析力的,带来圣灵所给我们的更新 带来圣灵所给我们的提醒,给我们的动力 即是说这个人的脑袋里面充满神的话语,充满圣灵的感动 Amen,是有这个分析力,有这个智慧,有这个考察的能力 Amen,是圣灵所给的 所以我们讲到人的身体的时候,人的身体不单止是有这个肉身的内藏 也都是有里面什么呢?有这个人的灵和这个人的魂 魂就包括他的思想,他的感情和他的意志力 一个重生的基督徒在我们里面有什么?在我们里面有重生的灵 有圣灵和我们的魂 圣灵是会和重生的灵一起工作的 Amen,然后圣灵和重生的人的灵 也都是随着耶稣基督的天国所给我们的属灵的力量 属灵的影响,一起去工作 包括什么?圣经所讲的,是加拉太书所讲的 叫圣灵的果子或者圣灵的力量 圣灵的力量包括什么? 爱,喜乐,和平,忍耐,恩慈,良善,信实,温柔,节制 这些都是力量,意思是会影响你的思想,感情和意志力量 会影响你整个人的心态 会影响你整个人的看法,对事情的看法 你的表现,你的性情 所以这些是属灵的力量 Amen,早一次在自然界那里 如果有一个风吹吹你的时候 你觉得非常之凉快,整个人都醒了 或者当你在沙发下面的时候 你觉得很干净,很舒服 同样在属灵里面 是有属灵的力量的影响 是会影响一个人的 属灵的力量是会影响一个人的 我们看到在《撒母耳记》上 《撒母耳记》上19章 在19-24节 《撒母耳记》上19章,19-24节 在这里说到 就是素罗想去捉拿大位 想捉拿大位和撒母耳 他派人去捉拿大位 于是第一班的士兵去捉拿大位 但是谁知道 遇到撒母耳和一班先知 被感动说话 在这里说这个预言 正经说给我们听 在第20节里 那班人都受到感动 而他们 亦都是大大地发预言 而不是捉拿大位 素罗当然非常生气 于是他就再派第二批兵去 同受感动 在这里得到这个圣灵的话语 于是素罗 第三次派第三班人去 同一样发生 我们看到 其实神是没有偏施的 Amen 在灵界里面的力量 可以完全是 令到这一班人 是他们的原本的意志力 就是要去捉拿大位 还有他们原本的心态 就是要捉拿大位 但因为有圣灵的 灵界里面的影响 灵界里面的影响 令到这一班人 他们的意志力 他们的思想完全改变 完全被融化 在神的灵里面 受圣灵完全影响他们 然后到二十四节的时候 我们看到 苏罗就说 我自己来 然后他就自己去 我们看到 亦都是一样 他也被灵界里面的力量 所影响 同受感动 然后一样是 说这个预言 受这个圣灵的影响 说预言 他也不知道自己在说什么 然后因为他里面 这么愚笨 因为他有这个愚笨的灵 为什么说他有这个愚笨的灵 既然你三次的那些 那些士兵 都会有同样的结果 如果他不是那么愚笨的话 他应该是灯着神的智慧 去自我反省 自我检讨 但因为他充满是愚笨的灵 所以他的愚笨就出来了 于是自己脱衣 一就一夜是露体躺饿 在这 好像喝醉酒 在乱说话 这里我们看到 属灵的灵界里面的力量 灵界的力量 可以令到这个人的意志力 他的思想和感情 完全被改变 那个人变成另一个人 就像一个喝醉酒的人 所以记得圣灵说不要喝酒 相反来说 被圣灵充满 所以我们看到 那个作用 是一样的 圣灵可以完全改变我们 改变我们的灵魂体 改变我们的心态思想感情 但是我们要 给时间 给圣灵 我们要给时间 给属灵的能力 天国里面属灵的能力 去工作在我们的身上 Amen 所以在这个 圣经里面 告诉我们 就是 人的身体 因为 神创造我们 人的身体 是一个 容器 是一个器皿 人的身体 是要来 装着 人的思想感情 以及意志力 亦都是装着 人的灵 所以人的身体 是不单是可以 盛装 亦都可以 传播 亦都可以 传播 亦都可以 接收 亦都可以 传播 神的能力 出去 于是 我们看到 在这个 圣经里面 告诉我们 在《猎王记下》 13章21节里面 告诉我们 刚刚有一个人 一个人撞死人 忽然之间 看到一群人 于是 把这个 对死的人 把身体 丢到 以利沙的坟墓 这个人的身体 一碰到 以利沙的骨头 这个对死的人 就立刻 复活 站起来 这里我们看到 以利沙的骨头 是有什么 用圣在着什么 圣在着神的 復活的大能 所以这些復活的大能 可以被转移 去到这个 刚刚死了的人的身体 然后将它 从死里面 復活过来 这里我们看到 人的身体 是一个 器皿 是一个容器 是可以接收 亦都可以传达 所以在 《马可福音》第16章里面 告诉我们 16章17-18节里面 告诉我们 信的人 必有神迹 随着他们 为什么 因为我们是神的勇气 Amen 有神的能力 在我们里面 Amen 奉我的名 可以赶贵 说身方言 手能那蛇 若喝了什么毒物 也必不受害 首岸病人 病人受必好了 为什么 因为圣灵 在人的灵里面 Amen 跟耶稣工作 耶稣基督的天国里面的武器 一切工作 耶稣基督的天国的武器 包括什么 当然 耶稣的大名 然后 熟灵的能力 或者熟灵的果子 熟灵的恩赐 或者熟灵的能力 将那些邪灵 赶走 然后在我们里面 将这个 圣灵的能力 被搅拌起来 Amen 让我们能够分析 让我们能够看到 邪灵的存在 或者邪灵的 陷阱 还有 神的能力 可以令到我们的身体 非常之有健康 有能力 Amen 可以将这个 医治的能力 传达出去 所以记住 神创造我们 是勇气 所以我们 不要 容许自己 是空的 我们要一定 要自己 充满 充满什么 充满神的话语 充满圣灵 Amen 让我们 充满到 涌流 Amen 充满到涌流 Amen 因为这个是我们的造物主 创造我们的时候 的美意 的圆意 让我们成为神的转移 勇气 可以祝福周围的人 祝福你 Amen